HELLO 大家好 我是HELLO 今天和大家去西環一家酒店吃自助晚餐 這個自助晚餐價錢挺經濟的 人均不需要300元 有生蠔 長腳蟹 刺身方面還有我最喜歡的帶子 還有啤酒也是任何飲食 任何飲食 不要說那麼多 大家隨時跟隨吧 Let's go 這次的目的地就是香港萬宜酒店的MOMO Cafe 交通路線在西螢桓港鐵站BOY3出口 出來後我們走到德庫道西 大概走六分鐘左右就到酒店 上來其實餐廳面積不太大 一眼看完座位只有這麼多 不過也算不太逼夾 桌子也挺大 拿東西吃的地方也不太多 幾個海岸位 後面有個甜品位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有啤酒的位置 價錢方面 ERKK Day 做廣告 它就592元 但是買一送一 除開的話 每人不用300元 這個付款是星期一至四的 這裡跟一般自助餐有些分別 坐下來就會鮮來了一盤海鮮 很大盤 不過這個是一次性不是任何飲食 有生蠔 每人有三隻 這個是二人份 另外呢 它現在是送紅蝦 亞根廷紅蝦 每人三隻都是 旁邊其實這個也有蝦 這個是普通的蝦 跟在外面的好像差不多 我看外面也有一螺 還有這個 是外面有一螺 這個有蟹 長腳蟹 每人應該是三條左右 不是很大條的 還有一個翡翠螺 還有這裡有青口 潛在下面 因為整個冰盤 青口外面好像都有螺 我看到有蝦 這個 蜆仔 還有這個青口外面也有一螺 很任吃的 同一時間還給刺身 刺身也是一次性的 這個也是二人份 你看到每人兩片三文魚 兩片梵立貝 還有應該是三片筆記貝 這麼多的海鮮 當然先吃蠔 蠔看起來不是很大隻的 不過看起來也挺新鮮 你看看我拆了出來 是比較小的 讓我試試看 它也不錯 雖然它是小的 但吃起來不腥的 挺有蠔的鮮味 而且我不太喜歡很奶油的 它是屬於爽身 吃完之後 它還有一個好餅 在口腔裡面 它每人只有三隻 但對於我來說還不錯 因為我不是吃很多 我覺得三隻 我都夠 長腳蟹不是很大隻 但拆開了一些肉 它是有點散散的 不過 也算有肉 不會說裡面 是沒有肉 只剩下很多 鹹了一點 OK 合格 但味道很沙灰 但又不是很好吃 剛才的蟹身是一般的 但蟹鹹又很爽 很新鮮 很好吃 不過還是鹹了一點 這隻就是紅蝦 其實味魔殼 大家可以看到 它殼的顏色 都很漂亮 很新鮮 剩下殼後 其實它是晶瑩通透 看上去也不錯 這隻紅蝦很甜 和一般熟蝦很不同 它吃起來是有一點黏度 黏黏的 哇 這個好吃 比脆螺 我覺得都OK 它不是很韌 容易咬的 但鮮味 我覺得沒有什麼 另外其他的海鮮 正正常常 即是那些蜆仔 肉都多 但沒有什麼味 青口比較差 因為味道最淡 另外那隻熟蝦 當然不夠紅蝦好吃 刺身當然先試了 飯鴨杯 這個 都很厚 都很大顆 看看可不可以 我覺得不算很新鮮 它平時的新鮮 會咬下去黏黏的 它是沒有的 而且咬下去是削的 不是很彈的 三文魚和北記貝 我覺得都是正常的 像放蹄的質素 即是不是特別好 但也不是最差的 海鮮和刺身 雖然只有一次 但份量對我來說 都足夠 因為我平時都不是吃很多 每人還有送一隻大虎蝦 這個熟的 給這隻紅蝦 你看 這隻紅蝦 這隻是熟的虎蝦 你看 相差多遠 非常巨 嘩 好棒 多大隻 在我臉上比較 好大隻 嘩 好香 我不客氣了 嘩 真是 好大隻 嘩 這肉很淡 淡淡肉 不是很乾 我想這些燒的很容易很乾 不過蝦味不是很濃 淡一點點 但質感是很淡 很爽 它的醬汁是用一些香辣 有一點 是很微的辣味 有些香香的味 有點像蒜 煙肉 炒的那些 香味 這個很棒 不過只有一次 這個 吃完海鮮和刺山 現在出去拍下給大家看 有些什麼 先看一下這一邊 這邊是一些沙律 沙律菜 是預製沙律 還有一些菜 這個是海撒沙律 可以自己製作 有不同的醬汁 還有其他不同的蔬菜 轉過來這邊 就有些海鮮 有蜆 蝦 還有青口 旁邊這邊 就有些 Cold Cut 還有芝士 麵包區 居然有很多款選擇 這裡有麥包 有些白麵包 還有一些法式不同的麵包 這邊就是一些熟食 有薯條 薯條 薯薯 有兩款薯薯 這裡有日式咖哩牛肉 看看 旁邊這邊有飯 這裡是什麼來的呢 菜來的 還有一些炸食 炸海鮮 蟹鹹 那類 這個是沙爹 這個沙爹醬 沙爹 雞串 還有這些是薯仔 雜菜 旁邊就是炒麵炒飯 有中湯 還有西湯 是忌廉湯 最後這邊熟食 就是有羊腿 還有豬辣骨 還有肉眼 這個是紐西蘭 肉眼扒 還有燒菠蘿 旁邊就是慢煮的三文魚 是用香草檸檬的 旁邊就是小腸 還有燒味 甜品就是這一邊 這個是中式的 千層糕 薑汁糕 不是千層糕 麵包布甸 還有一些水果 還有一些蛋糕 不太多的蛋糕 有Puff 還有這個是香蕉蛋糕 還有這個 沒有名字的 還有一個雪櫃 有些Mousse 有綠茶 芒果 這個是木康布甸 士多啤梨Mousse 巧克力 Mousse 甜品小 不要緊 這裡有Muffin Mix雪糕 任食 不過要自己筆 不是一杯一杯 這裡有這麼多款口味 有九款口味 除了這些碗 還可以有空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可以加入雪糕 飲品 凍飲這裡有蘋果汁 紅茶和水 熱飲方面 這裡有兩部咖啡機 還有茶 檸檬 不要忘記 出來珍番杯啤酒 任飲 肉眼扒比想像中軟 我用茶按下去 大家都感覺到 但牛肉味 不算很濃 肉眼扒 我覺得乾了 咬下去有少許柴 醬汁是不錯的 不過是柴的 做不到 羊是比較乾 但完全沒有羊酥味 還有一個萬煮香草三文魚 我覺得還不錯 它有少許淡淡的檸檬味 不過三文魚熟了 比較粗 菠蘿一定好吃 因為燒菠蘿足夠汁 足夠醬汁 兩隻薄餅 我都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它的底部夠薄 而且我反轉了給你看 它的底部有少許焦 它出爐的時候 最好是馬上拿 否則久了 它都是乾了 就沒那麼好吃 沒那麼脆 炸菜是普通放題的水平 皮是偏厚一點 不過都是脆的 雞肉呢 我覺得它不是燒得太焦 而且它是偏乾偏柴的口感 最好吃是沙爹醬 是沙爹醬搭狗 雞肉真是一般 接著就吃一下沙律 調回最後才吃 我覺得這麼多東西最好吃 是這個通粉沙律 因為它有些洋蔥 和調味都挺好吃 其次就是這個茄子沙律 它有一點辣辣的味道 它的茄子也夠軟 蠻好吃的 蛋糕選擇就不是很多 但是我最不喜歡 它整大塊要自己切 所以切得很散 其實看到兩個 是差不多一樣的 香蕉蛋糕 另外有些 就是Mousse那些 我選了這個綠茶 這個好像是 士多啤梨 芒果 和武漢布甸 蛋糕那兩款 其實樣子又似 味道都很似 它就不太甜 比較假的士多啤梨味 但是海綿蛋糕 我覺得都夠濕潤的 回來的香蕉蛋糕 我覺得蠻好吃的 它有一點點像 平時的咖啡店 例如咖啡店 你喝咖啡 叫一件蛋糕 類似的質素 Mousse呢 其實一隻隻差不多 味道 其實都可以不用吃 我覺得一般 就是一些很假的味道 還有那些顏色 一隻隻不同顏色 只是色素 底部一樣的味道 始終都是Move on 皮雪糕 最好吃 一路食自捕飛 一路飲啤酒 爽啊 這裏很搞笑 它有花生 腰果 讓你用來送啤酒 總結一下 這裏食物選擇種類 真的不多 食物都是平均水平 對得著價錢 不過最重要就是 啤酒任飲 和Move on 皮雪糕任食 今次分享來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裏面 大家知道怎樣做 約定你下支影片再見 再見 拜拜 兩家 見櫃